黃少華教授 我們本身很多人都知道 黃老師在我們本身也是很有名聲 做了很多年的教育 對於SAT有特別的研究 他有學習班 很多學生從他學習班出來 SAT 討滿分 所以我們今天也是很有興趣 請到黃老師 我叫黃少華 英文名字叫Edgar Wong 我是在印第亞大學 School of Informatics and Computing 在那邊做教授 教那個Technology 像Media Arts and Science 就是媒體藝術方面 媒體技術方面的東西 然後的話就是在 Is it trouble? 這個就是SAT的訓練的話 剛才Dr. Wu已經講到過 需要有那個準備 這個準備的話 其實從兩個最基本的方面來講 GPA是最重要的 你再好的學校你想要進取 以後GPA不夠的話 肯定是不可以的 第二的話就是Standardized Test 就是標準化考試的成績 就是第二塊 所以可以考SAT也可以考ACT 那SAT的話 Dr. Wu剛才講的不要多考 我也是一樣的想法 因為你考多的話 第一的話有些學校 每個學校都不一樣的 他有的學校說 你這個所有的都要列出來 像Kamon High School的話 所有的成績都會在那個成績上報告的 不管你考多少次 所以的話呢 你可以有Super School 所以最好的話呢 就是說Get ready and go 不要是說沒有準備好的時候去考試 然後關於說你什麼時候考 同德嘉也是在那邊有這個想法 我的建議的話呢 如果你有孩子在家裡面 十一年級的話 你會知道 十一年級是所有高中四年當中 最最最最忙的時候 那個十一年級當中 你要做什麼那些孩子 考很多的AP課 如果什麼 IV 或者是AP課 都在十一年級 絕大部分的都在十一年級做的 所以那一段期間的做的準備 還有包括你的社區服務 Cloud Activities 就是你的 Science Competitions 諸如此類的 全是在十一年級 你然後再幫他去準備SAT 你就要過他的命了 所以的話呢 最好不要在十一年級的時候去考 什麼要考 十年級的十月 搞他考完 如果是十一年級十月份來不及的話 就是到十一年級的 十年級的就是 那一年的一月份 十年級的那個一月份 就要給他考掉 然後的話 Move on with your life 你該做那個社區服務也好 是該做那個就是 準備Competition 也好 或者是參加更多的AP考試也好 那講到AP的話呢 就是說很多這個家長會問的說 誒 考多我們AP 這個是比較合適的 所以的話就是十一年級的這個時候給他考掉 那如果說是有的孩子可能是從中國過來的話 那來不及考那沒有辦法 那可能是十一年級 最好能夠十一年級的這個初給他考掉 所以就是說這個前面兩項是 就是那個 GPA 跟你的標準化考試的成績是很重要的 但是如果說 我想很多的家人今天在這裡做 不是因為說你要去 就是說去 Arbitag Arbitag I hold nothing against it OK 但是的話就是說 你可能會想要自己的孩子去更好一點的學校 那這樣的話呢 你可能更需要 最主要關注的是第三塊 就是那個課外活動 就是那個課外活動 我有一個就是這個 你知道那個馬太福音啊 就是我是日本教會的 是馬太福音的七章七節裡面有一小段 裡面講的是 Seek and you will find 所以的話呢 我那個 取了一個給我那個班的名字叫 取了那個叫 Seek 它的全名叫 SATPSAT English Enhancement Class 所以的話呢 這個就是有點盜用的一個概念 這是我 這個basic information if you are interested 然後的話呢 就是 之後你可以跟我再帶來聯繫 這個一般的來點在北美 我要是多地講座的話 我跟家人基本沒有什麼 這種必要來澄清自己是什麼樣的 但是的話 我在中國做講座的時候 給家人孩子的話 一定要好明白 讓他們知道 我不是另外一個堂君 所以的話 就肯定會講我是誰 哈哈哈哈 OK 那我是在那邊 很多的學校裡面 六歲大學裡面 教過將近二十文課 所以各種各樣的課都教過 然後做那個research 每年是在那兒 Hablet Publish 到現在為止 我還是你知道我已經是做的 已經中心教授了 但是每年publish 還是像那個assistant professor一樣 在那兒 平面地在那兒發表 做的那個研究方面 主要是在Healthcare New Media Marketing 這方面的那個研究 然後的話呢 就是在每年從2006年到現在為止 我做其實給孩子們做的幫助 不只是在SAT方面的 因為這個SAT的話 這是很重要的 這個routine的一定要做的 另外還有PSAT 如果你是美國這個residents 或者是那個citizens的話 你一定要考那個PSAT 因為那個PSAT的話 是拿獎學金要用的 所以很多家都搞不清楚 什麼叫PSAT 什麼是SAT 那這兩方面的話都需要take care PSAT的話會給你帶來獎學金 錢不多 但是的話很多學校它願意說看到你以後 它會給你提供更多的錢 所以的話呢 而且是這個很高的一個榮譽 如果說你美國top 1% 就是那種概念 第二的話呢 就是在每年的秋天就見的時候 每年的秋天 我給那個就是為數不多的 全美各地的高中生 給他們做那個assay 就是那個college applicationassay 那個就是writing這方面support 我不會給他們寫一個字的 但是的話就是說 讓他們最好的呈現自己 這是我給他們做的 另外的話 因為我做這樣的這個就是 每年的秋天的 給他們孩子們做那個college applicationassay 就是大學入學申請的那個作文的幫助 做了很多年 每年我都有這麼一個感慨 什麼感慨呢 我真的是我希望這個孩子 我早跟他有接觸 對他的這個四年高中有所 生命當中有所幫助 為什麼到底這麼說呢 等他寫的時候你會發現說 哦 這個我沒做 那天也沒做 寫什麼呢 他就抓下來 所以這個就是說 這個it's all about planning all about planning 四年當中 plank 等到有的時候 尤其是當你有第一個孩子的時候 我也有過第一個孩子 第一個孩子我們做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準備 等到有第三個孩子在做準備的時候 哎 一下就比較 比那個前一個要好的很多樣 準備了很多呀 所以的話就說 四年高中當中 這個我跟我的太太 就是兩個人在那一起合作 我太太也在這邊做 就是給那些孩子們提供這樣的幫助 而讓他們知道說 我的太太是特別的比我厲害 你知道寫resume啊 寫resume是怎麼寫法的 我做完一件事情 我把那些東西填進去 對吧 這是這麼寫法的 那我太太不會這麼沒有 那她寫的那件resume是呢 叫做prognostic resume writing 就是前瞻性的那個resume writing 就是說你這個resume 你到你十年級的那個秋 那個夏天的那個時候 你應該已經做完了什麼事情了 我跟你這麼講的 一二三四五 所以等到你這個夏天結束的時候 你這個東西就應該 已經放在你的resume裡頭了 所以前瞻性的那個resume 所以這樣的話等你等到 等到你到我這一塊的時候 等到那個訓練意義 最後一年的時候 來寫那個asset的時候 那我就會告訴你 我們什麼都覺得寫 我可以有選擇的來寫 不是說我寫什麼樣的這樣的問題 明白嗎 所以的話這個就說 四年的輔導非常的重要 那個講到 這個就是回到第一個 就是SAT 的訓練 我給自己下了一個time make sure I'm not over time 就是因為我那個教學是網絡教學 所以的話全美各地的 甚至到加拿大還有中國大陸的 他們過差不多12小時到13小時這樣子 都會來上課了 然後的話呢 這個我就提一點我不提多的 當時我這個班裡頭最大的一個人群 一個population 每年它會有的那個就是 National Merit Semifinalists 今年每年都是人數地增在那裡 從2008年的27年到今年51年地增 然後的話呢 每年差不多三分之一 我的班不太大 但是每年差不多三分之一這裡頭 拿到這個honor的那個程式 從我班裡頭畢業出來的 三分之一 所以這個不用講太多了 所以你就知道 它的那個impact 在這個本城裡面 就是這個班在本城的impact裡面 是怎麼樣的 然後的話呢 這個Calmwood High School 每年它都會只有一名 Distinguished graduate based on scholarship or leadership and membership 那在過去的六年當中 就是有六名學生拿到 就是每年有一名 就是過去六年當中 這個Distinguished graduate 然後的話呢 後面四名 Sunny Kwan David Chan Yukahoma And Melinda Song 三分之二的學生是從我班裡出來的 Melinda Song是我的女兒 最後一名 有今年來的 然後的話呢 就是在過去四年當中 一般的你們知道的 counselors 那個high school counselors 是不會推薦那個外圖的那些 讀書名班 那個當年 因為 It's about a fairness issue 但是的話呢 因為我那個班在 community裡頭 這個產生的影響 實在太大 所以的話呢 如果是有學生他們需要有這種 就是這種補習的需求的話 那個international 就是ISI 然後的話呢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Indiana 然後那個 康姆海School 還有那個 那個就是 就是那個 Fishers那邊的學校 那個school district 他們都會有 所以今天就是老師來推薦我的班 給他們的學生 另外呢 就是這個 我的學生是從全民過來的 這個班的話呢 就是教英語閱讀寫作語法和詞彙 我不教數學 因為華裔的孩子 整個亞裔的孩子 不光是華裔的孩子 幾乎不要數學的補習 Color stereotype doesn't matter 然後的話呢 就是大學申請作文 這個申請作文 有的時候的話 就說大家覺得好像是 就填個表 就填完就完了 但是的話呢 就是說 你在申請那些高登學校的時候 像Harvard Yale那些學校的時候 大家都級別很高了 大家的SAT 成績都很高了 那拼什麼東西啊 就拼那個就是科外合作 大家科外合作多厲害 那最後拼什麼東西啊 到最後那一關 那個asset 那個asset非常非常重要 等到你那個就是事情已經過去了 哦 搞rejected rejected 你才回頭想啊 What happened You know asset 有沒有寫好 我曾經有過這樣的例子 啊 就曾經有過這兩年前發生的這樣一件事情 但是我不想提那個例子 那孩子是全部優秀 他是Hoverbound 結果怎麼樣 被所有那些他申請的那個Iberlake學校 就是絕大部分Iberlake給搶避掉了 所以的話呢 What's left is the only explanation is the asset probably isn't what's not good 你知道 所以的話這個asset 一定要寫好 因為這是一個展現 把那些冷冰冰的數字 變成有血有肉的 有肉的這麼一個人 聯繫起來 這是一個最關鍵的一個部分 所以的話就說 啊 就像我剛才講過的 我不會幫孩子來寫這個作文 但是的話 一定幫助他來最好地展現自己 這是很關鍵的理念 然後的話呢 就是高中四年的升學的指導 那今年的話呢 就說 這個 就說 很多的學生他們會覺得說 啊 這個東西 需要準備那麼早嗎 需要 有的孩子從這個初中開始就開始準備 所以的話 如果你要是準備的話 你有步驟的 一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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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 call it conspiracy You call it planning Call it whatever 你知道嗎 所以你怎麼講都可以 但是的話這個planning 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等到你這個11年的時候 第一你覺得可惜 第二的話 你知道那個 college application 那個common app 那個裡頭啊 它的填的 你們要是這個孩子 沒有第一個孩子去申請過的時候 你可能會不知道說 你們要填什麼東西 然後的話 你會發現說 誒 這個東西你只允許填五項哦 那個一個category 你只允許填十項哦 諸如此類的東西 然後的話呢 你說誒 要填十項啊 我連七項都沒有啊 然後的話呢 還有一個學員 它有二十項 你看看 你都不知道這裡頭 你需要有填多少項 所以的話呢 就是說 這個東西你需要為它的這個common app 你哪怕你都要為它做準備啊 所以的話呢 就是準備越多越好 等到後來你就會有發現說 還有resume這回事 因為你在common app裡頭 你根本看不到有填那個smit resume的這個地方 但是的話呢 你需要寫嗎 需要 非常需要 因為你確實有個地方可以允許你的 如果你有更多的話 或者說你這地方你允許你填七項 但是的話呢 你有二十項你需要填的 你怎麼辦 寫個resume submit 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東西 就是說我們需要做的東西 那你就說 誒 我在那幫這個其他的孩子在那裏準備 這個準備那個 我有三個孩子 我跟太太有三個孩子 那你把自己孩子準備怎麼樣 你自己要有這個準備 所以的話呢 就是在過去的幾年當中 幫自己的孩子也是在那裏 prepare for colleges 所以的話 那大女兒Stephanie Huang 從Graduate from Rice University 今年五月份呢 從那個Rice 在那個Houston Texas那邊 然後他現在在那個University of Houston Law School 在那Law School的那個接著上 然後呢 老二的話呢 就Kevin 他現在在那個Stanford上大學 老三的話呢 是今年上的大學 他被那個就是MRT 就是他把MRT當作他的Safety School MRT is her safety school 然後的話呢 然後的話呢 進了 進了 然後呢 去的那個 還有那個Grad accepted by Princeton and Stanford 最後是Night Harvard University Grad accepted as well 所以他今年去了Night Harvard University 所以的話呢 這個是一個講座 我給五月份的時候 今年五月份的時候 給全美的這個家長 給他們做的一個講座 然後呢 那個聽眾有從那個英國 這個新西班 還有加拿大各個地方來的 然後五月份的話 六月份的話 給我自己巴黎酷 那個SAT的巴黎酷 給他們做的講座 然後七月份的時候 我在那個英美國駐華使館 來邀請給他們 這個去那個Education USA 給他們那個就是學生的家長 也是在那個全中國 他們有在網上有往下的 去聽眾來做的 但今天我可能沒有實現 所以的話 我就先展示 先展示到這邊 看裡面有沒有問題 也許後面一些東西才能用得到 也許後面一些東西才能用得到